先生 您有观察到这个所谓的密函这件事情 现在好像越来越演越烈了吧 其实我们所知道的民进党在准备 2010这个大选里面 它所有的计划所有的步骤 大概都已经准备好了 那民进党打选举抹黑这套是很有效的 更何况他们现在有行政院的资源 有执政的资源 那么他们要打起来是驾进就熟 韩国瑜遭受到这些攻击 我认为现在只是小菜跟开胃菜而已 还没有真正开始打 所以大家不要认为说这个事情有多大的严重性 那其实很严重 如果韩国瑜挡不住的话 当然就会很严重 但挡得住的话后面还会有其他的 我是觉得最近打韩国瑜的这些事情 你会发觉到打下去之后对他会有点小伤 甚至我认为会有些皮肉伤 可是真的到了最后呢 会不会很严重 我要看后续民进党到底要怎么出招 但是要记得民进党出招 别人当然也有划招的方式 只是我觉得民进党在这个阶段 还会去打什么罢免的啦 因为罢免当然一年以后才可以罢免 可是他先开始可以沉岸啦 可以去吵闹可以去做宣传啦 那另外一个我觉得就是 昨天苏贞昌行政院长表演这个中央斗地方 是淋漓尽致 是淋漓尽致 这个坦白讲这个过去早有潜力可循 苏贞昌也做过县长 这个真正地方上有着灾情 或者要预防灾情 真正没有钱的时候 跟中央去讨钱的时候 一向都很辛苦 但是只有马英九在的时候 给城局的钱是从来不小气 我昨天就讲大家常常说 马英九给城局的所有的补助 是全国所有的县市里面最多的 那民进党 城局是民进党 他的敌对党 他补助他2240亿 那我就觉得苏贞昌 你应该觉得汉岩人 因为你看马英九的时代 对你们民进党多好 那你们民进党的时代 对国民党的多抠 但是更重要的是 昨天民进党真的打错了 因为登革热是高雄市民的健康问题 是生命的危险的问题 大家不要忘了 台南市登革热就死掉112个人 112个人 那过去高雄跟台南的案例 都是超过几万的 两万的一两万的 那这种情况 你如果不赶快去帮高雄的人去预防 这个跟韩国瑜没有关系 这跟你苏贞昌跟蔡英文 跟所有的赖清德 这些所有要选举立委的人 都有相关 因为你行政院明明就有这么多的钱 你去跟他讲说程序 表格 去刁难人家 还酸人家说 我们有给你一年1000万左右的钱 是所有防疾病的疫情的 你才所有加起来才1000万 马英九2014年给城局 一次就3000万防登革热 一次就3000万 重点是说 你们这些民进党的人 因为高雄市民没有投你的票 所以会有登革热的时候 你们就不管 不管高雄市民了 那些不投你票 让你输掉的高雄市民了吗 我觉得民进党在这里 真的是踢到铁板 自己 调到自己的陷阱里面去了 所以你也觉得这次苏贞昌 这个演的有点太过头了 最后可能结果是自伤 对而且他讲话 太酸了啦 酸的酸气 而且用开玩笑的方法去酸人家 对啊 我觉得苏贞昌这个是 真的我觉得秀秀点 真的觉得太丢人了啦 你做到行政院院长的人 你怎么会这样子去对一个民选的首长 这样没有风度 这样不管高雄人的健康 而且你还用揶揄的方式去揶揄人家 这完全是不对的 我刚刚要讲 韩国瑜其实像我们过去选县市场 都有得到补助款 那这个补助款 他一定仗先进到我们的户头 那我们将来一定会在看事件 比方讲我那时候是给捐助给穷困的小朋友 那捐助给不同的人 我们都会把他慢慢慢慢都会捐出去 那你如果说用这样的方式来讽刺他 短期打得到他 但是当他开始做慈善的事业 就一直捐的时候 我就觉得你不见得打得到他 因为我在做县长的任期 大概补助款加上我自己卖化捐的钱 大概也将近八千万左右 那我觉得韩国瑜市长将来慢慢也可以做得到这样的情况 只是说大家要给他一个机会 因为那是中选会他的补助款 他会直接汇到他的户头 户头里面 但韩国瑜当然也必须要报出来 我只觉得说现在打韩国瑜 现在打所有的他的对手跟敌阵营的人 我觉得民进党打的时候千万要小心 因为你打到最后 你自己过去发生的事情就会拿出来做比较 然后你自己那个言语的那种刻薄 那种不照顾国人的那种态度 只是为了政治上去卡人家的位 去整人家 然后不给地方的建设款 我觉得这些事情会返回来打到你自己的脸上 我必须要再说我在做现场的时候 其实我对马总统很抱怨的 因为我们跟中央要钱要不到你知道吗 对我跟他我们深层准用直辖室 我们应该比照直辖室 当时去跟总统府去要钱 需要他给我一年增加一百多亿 一年一百多亿 只有两年多的时间加起来大概三百亿 都要不到 但是给陈局的钱是两千两百四十亿 这个当然我会有一点心理不平衡 但是我觉得这不是重点 这个重点是说国民党在执政的时候 从来没有分过你蓝跟绿 而且你高雄市民需要的 你觉得我们偏袒重视北部 不管你南部 那马英九是不是给你钱 两千两百四十亿 马英九有的时候有一些习惯 就说他觉得你中央是他敢逼的 自己人他就先帮你缓一缓 但是陈局这边 因为是民进党的不能不给 不给就会被骂 走不过他是这样想 我觉得 我觉得这样想就完全错了 就是说因为基本上 应该不分政党 你不应该去讨好陈局 讨好陈局之后结果是什么 高雄负债还不是那么多 那这个钱花到哪里去了 看有没有需要 对 但是我也觉得不必讨好 不必敌对阵营的人 你要讨好他 你就什么都给他 但最重要的就是说 钱还是老百姓的纳税钱 我在这里要特别讲 是老百姓的纳税钱 所以你纳税钱应该帮忙 老百姓最需要的建设 老百姓最大的问题要解决 老百姓防治疫情的事情要去解决 然后所有的建设 所有的发展 必须要去解决 因为地方政府的财源的确不够 但是我必须要讲 高雄市是直辖市 它比一般的县市 已经富有太多了 只是我不知道 就是说如果拿一个对比 又拿到这么多补助款 那陈菊到底把钱花到哪里去了 我觉得高雄市民真的要问问这个话 当然不可以 因为我们的预算里面叫做专款专用 如果大家捐的钱也必须要专款专用 救灾要专款专用 如果不是这样做 其实就是违法的 那过去我要讲的 就是说高雄市政府预算那么多 我们台北县的预算那么少 但是我们做的捷运比它要长吧 我们做的地下污水治理要比它好吧 我们的河川整治要比它强吧 我们的英语教育要比它强吧 所以我在讲说 大家真的要好好去比较一下 我觉得苏貞昌县长 你也做过前台北县县长 在升格的时候你也没有帮忙 你在中央做行政院长 升格你也没有帮忙 你还修理我 所以我现在讲说 很多事情大家拿出来做比较 但是你用这种修理我的方式 再去修理韩国瑜就不对了 因为你行政院长要照顾全国的同胞 那你修理一个韩国瑜 然后你就连带修理所有的高雄人 这个不好 这个绝对不好 我觉得苏貞昌县长就是这样 有点放不开你知道 就是比较心眼稍微那个一点 而且我觉得不要做一个首长 行政院长大家长 不要老是去酸民选出来的市长 或者其他人 他就是有这个毛病 这个毛病其实不太好 谢谢这个前台县县长 谢谢 拜拜 谢谢县长 谢谢